我這個是新的介面 新的介面長的感覺會比較像Excel 舊的介面是傳統介面 傳統介面呢 等一下下它就切過來了 長得就像這樣沒有那個協作的 但是它的發布是在這裡 共用網頁有沒有這邊網頁發布 也是可以 只是說放的位置不同 再切回來的話 就從說明裡面體驗新版介面 因為它可能這個部分還在做測試 所以它沒有放在 理論上是應該要給它獨立一個按鈕或怎麼樣 所以它這地方就是 它放在這個說明裡面 所以你們如果說是舊的介面的同學 請你在這邊去做一個切換的動作 另外就是說剛剛的那個發布的部分 如果你切換過來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那個 你用網頁發布之後 最後這個地方 你可以產生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 到時候你就可以傳給人家 不過有個問題 順便講一下 像這樣這麼長一串有沒有 你傳給人家 恐怕也是很麻煩的 像我都會做一件事情 像我常常我給你們的那個 比如說表單 像第一次上課會做一個問卷 那個問卷就很短有沒有 GOO.GL 什麼什麼有沒有 或者是很長的網址 我希望把它縮短 其實在Google這裡蠻貼心的 這個服務的話呢 其實還蠻建議你們去使用的 以後如果說你有一個網址 像剛剛那個 這麼長一串 你可以用GOO.GL 按Enter 那這個也是Google的一個服務 只是說他沒有秀在那個更多裡面 我也忘記我怎麼找到的 反正我就看到 好像有一個什麼什麼 相關的報導 裡面就介紹到這個東西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 它叫做URL Shooter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把它縮短 那縮短的方法非常簡單 你就把剛剛的這一串有沒有 這一串網址 把它貼上去 按一個 Shooter 說短的 以後的話你只要告訴人家 前面都GOO.GL 這個 KHCMV 這一串就可以了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這一串複製起來 貼到直接在這邊 貼上前網 它同樣的也會轉指 轉換到剛剛那個長的 那這個好處是說呢 因為畢竟才幾個 你就記後面這一串嘛 記起來之後的話呢 以後幾乎就不會 就不會忘記 就像說 我不是請各位同學去下載什麼 我分享出來的那些檔案對不對 那那個也是 剛好五個字很好記啊 常常跟他們講 講覺得我自己都記起來了 那這個是 Shootern的一個方法 另外呢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呢 我還可以知道說呢 哪一個連結 連結的多或少 像這邊的話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GOO 像我這邊 GOO.GL 那它有一個好處是怎麼樣呢 它可以記錄喔 我所有的那個連結 比如說呢 Old Time好了 所有連結 各位可以看喔 點擊多少次 多久以前 然後Detail 有一些訊息 像有一個點的最多的 像這邊有一個 這個OMJWBAR 有沒有 點了一千多 一千一百五十八次 有沒有 那還有一些detail 就是因為我分享出來的 然後還有其他 它這邊就可以秀出 另外還有一個更新的 更多的是這個 兩千五百零三次 因為這個是我 最近教那個Android的那個 程式開發的部分 那光點擊就點擊這麼多 可見的需求的數量 然後我可以看一下 到底什麼人點 然後Detail它裡面 也會有一個 一個數量出來 甚至它這邊有個什麼 什麼 台灣 還有China 大陸也有人點 其實我沒有分享出去喔 可見的 有人是在 在看我的東西 然後也看到這個網址 另外Browser就說它瀏覽 用哪一個瀏覽器進來 你會發現 欸 蠻可觀的喔 所以呢 只要是上那個Android課程的 多半都已經被Google同化了 赤化了 所以你看一半以上 第一名居然是Chrome瀏覽器登錄的 那第二名的話是IE的 其他還有Firefox 那你看Platform 就是作業系統 你看還是以Windows為主 其他的話還是沒有辦法 一蹶不振 所以Google它當然很聰明 它不會 就是說呢 它不會用力氣去設計Windows 我設計Windows 絕對不會贏你 但是我設計別的 我絕對會贏你 所以它往網路方向去發揮 這邊大概了解一下 OK 甚至它有個更棒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東西 這叫做什麼呢 這叫做QR Code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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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QR的條碼 現在每一支智慧隨行手機 都有這個功能 你直接呢 開那個QR的軟體 對著它照相 照完相呢 你的手機就會連接到那個網頁去 也就是說 如果以後你要把你的網頁 比較容易被人家看到的話 你一定要放個QR Code 甚至很多海報上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海報上面也有QR Code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有辦一個活動 那我希望人家連接到我的活動網站 那我一定要放一個這個QR Code 那甚至呢 以後賣東西也可以啊 我要讓人家買這個東西 QR Code一拍 他就可能有一個流程 跑完結帳 東西就給你了 也可以設計成這樣 這個是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剛剛提到的部分就是說呢 你們可以善用什麼呢 這邊叫做Shootern 他的網址就是GOO.GL 那你可以把剛剛發佈出去的網址 把它直接貼到這邊來 那到時候告訴人家的時候 就告訴人家這個網址就可以了 那他的好處就是可以統計人家到訪的次數 好不好